朋友们好,我是猴子 我现在位于大连八七疗养院内 今天继续看这里的老建筑 镜头前的这栋二层别墅建在一个坡上 房顶很尖,有一些哥特式风格 这就是房子的正面,正门非常的小 典型的日本风格建筑 这栋别墅建于1928年,距今有92年的历史 资料显示建筑面积共有165平 但看起来感觉更大一些 和前几期视频中的延西山楼、元帅楼和毛岸青楼相比 这栋建筑外观并没有过多的修缮 基本保留着建筑原本的样子 墙面上爬满了各种藤蔓植物的枯枝 这一面大的山墙还能看到木条的装饰 这有一个很窄的入口 从这里上去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也都爬满了各种藤蔓植物 这就是房子的正门,确实比较小 墙面原先应该是土黄色的,稍微有一些掉色 黑色的牌子写着这栋房子的年代和编号 墙上爬满了这种图枝,也没有人来清理 感觉这个房子目前是荒着的 上面还有一个监控 这应该是留养院里的监控 这是房子的西面 在一楼只有一个小的格子窗 二楼的山墙处有两个更小的窗 西面的窗户并不是很多 这边区域的别墅当年都是由日本人设计建造 居住在这的基本上都是关东军的高官或者是有钱的商人 解放后这里变成了部队的疗养院 主要接待一些高级手掌 近几年来疗养的人也少了 这里看起来就有些慌了 这是房子的南面 这一侧的小山墙处还能看到 传统日式的绿色的木条装饰 窗户依然保留的白色的格子窗 和之前的相比很多看到的都已经变成塑缸窗了 这个还是原始的状态 这一楼窗户上还有个小窗是开着的 这种小窗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没有见过 这一侧还有一个门可以直接进入院子 一楼的这个飘窗完全是木质的 窗的上面还有窗梅 因为是建在坡上下面是用石头找的瓶 现在找个地方看看能不能看到里面的样子 这一侧也是有一个监控 一楼的窗户内都安着防盗栏杆 这个角度看房顶应该是有一部分修过 可能是漏了又重新铺了一层沥青 这屋檐完全是木质的 外身比较多 典型的日本房 从这个窗户看看里面 墙壁挺干净但里面乱七八糟的 楼上好像也是拆掉了 完全是木质结构的房子 一栋未加任何修饰的日本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转发点赞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那么 是 不 是 能